油柴送信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被狗追 一年有超过500起油柴被咬伤的案例 尤其新北市的三重板桥和桃源的通报案例最多 而家住花莲的油雾市就遇过好几次 变成狗就是反正对我们有敌意 你看到它就是看到我们穿这种绿色的衣服 它就有敌意 然后就是想要攻击我们那样子 根据统计攻击油柴的八成都是家犬 为了避免商人事件再度发生 交通部就研溢 未来民众家中饲养动物 若有可能攻击油柴经劝导而不改善 就会被列入黑名单 不会将信件送到你家 花莲邮局就认为这样的新措施 对油物人员跟市主都是双赢的局面 那如果他没有管制 我们就有法令的一个规范 有依据 我们可以请他到我们局方这边 邮局这边来做一些邮件的招礼 民众加油恶犬 邮差就不再寄信到你家 这个消息传到部落族人额里 可是见麻烦事 花莲水源部落居民就表示 家中有许多老人家因为行动不方便 无法到邮局自行领取 新措施一旦上路 对部落家中长辈有些不方便 交通部邮电司指出修正后的邮件处理规则 只要民众家中饲养动物有攻击邮差的疑虑经沟通 如果还是没有改善 该民众的住址就可公告为不按指投递地址 不过新政策还要等行政院合备 最快四月就能上路 记者综合报道